就是画这个小的松叶尖的话 你就是从外往里点这个叶 把它点成这个叶 上面尖 下面粗 然后都是这样的话呢 你看 这里就做出一个 就像个墨点似的比较集中 就是有点和它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实际上 只不过呢 这个是从里往外画 这个是从外往里画 它就感觉尖了 如果说你画的都一样粗的话 它就感觉不尖 没有那个缝利的感觉 我通常好像战型的右半段比较容易弄尖 另外这边比较不容易 另外这边呢 实际上就是把它 这里一加就行 这样一加就行 就是不要就是全奸 要是想在全奸的话 你就按照参天寿那种画松正的方法 就这样画 从里往外画 看 从里往外画 看 这样 看 这样 另外一种 它就尖了 对 还有一种画这个松正的就是 没有一个页一个页的 就是这么圆的画 它是整个的 就是像我画那个大松树似的 我画的那个 有点这个 就是把笔划散开画的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 好 你看啊 就是我在这里呢 画上了这个就是枝干 然后我给它吞擦一下 这里 有这个小册封 这种这个盘枝错节的这种秋龙枝干 这种感觉它就出来了 如果我想画这个什么呢 画这个就是远的松树 这个松叶 远的松叶 就是这么点 看了没 就是点这种三角的松树就可以了 就是有那种特征 但是不一定觉得把它画的就像这个似的 一个页一个页的那么清晰了 这种松树的这个感觉就是也能画出来 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其实呢 这个是最基本的 画松树的这个方法 我给大家看两张画 这个 看谁的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潘贤寿这个吧 潘贤寿这个画呢 就是他这个早的时候 他这用手指头画的啊 织画 这个应该是织画 我看着哈 我们看他这个松树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近景的 这个都是从里往外画 而且呢 他也有从外往里画 大部分 但是也有的呢 是从里往外画 可以同时并用 这都不要紧 看吧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这种用笔呢 就比较活 灵活 看 这样 看 也有从里往外画的 也有从外 就是往里画 但是呢 这一个叶子的 啊 就是基本上 就是从这里往外 就是一个叶子一个叶子的 他都还是比较明晰的 啊 啊 就是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画大叶 画小叶 实际上是都是 都是可以的哈 这个另外他还有一个松树 是画的 我看哈 这个画法很活啊 这个画法很活 就是说咱们的画法呢 并不局限于 这个就是咱们教的这种方法 可以联合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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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你画到这个激情澎湃的时候 你怎么画都行 只要是有那个特征就可以 只要是有那个特征就可以 只要是有那个特征就行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潘台寿画的这个松树 就是你想把它画尖的话哈 并不是说每一笔都要尖 只要是外部特征 有这个特征就行 你看这个松树 是吧 就是那么点的 而且就是下面的外形呢 都感觉是尖的 但是这个它是有点散笔 但是外边是尖的 把这种特征跨出来就行了 你看有的还有重笔 对吧 咱们感觉像那个什么一样 像那个松子一样 长得还有松子 对吧 但是呢这个叶子你看 这个它也有这种小的碎笔 这个也是这个半扇面的组合 比较自然 就是这个你看这个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 这个就说是把这个前人大师的这种技法拿来 咱们自己呢 根据咱们学习的这个传统 去把它去变化 去这个局一反三的去变化 不一定画的非要像哪一个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是都是没错的 只要是不这个 只要是把这个特征给它掌握住就行 你看这里 基本上这种小的 这种一个一个的成型的这种 有特征的这种树叶 在这个地方 它就基本上就把它混合在一起了 是吧 它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我给大家试一下哈 就是有的地方 它就先把这叶子 先画一个大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就在这个边厌 就是看外形的这些地方 给它加上来 加上这个松树的特征 可以吧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看哈 它外边这个外形它是有 里边呢 它跟它糊在一起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 你看这里哈 完全可以达到这种 画松针的这种 这个又 又苍净 又茂密 又这个 又苍净的这种 这种感觉 完全可以 这是你画的这个什么的时候 又有这个特征 又像 又不像 但是呢 你画上这个松树 画上这个松针 它就感觉 它就是 这个 就是画上这个松枝 感觉它就是这个 松树的松针 那种特征也是有的 这种呢 是在这种 这个咱们画的这种 比较细的 最基本的这种 这个造型里边演化来的 就是更大写意一点 就是更加大写意一点 就是更加大写意一点 咱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作业先哈 这个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就是基本上 咱们就比较 这个老老实实的 就是按照这个 戒指缘上的那种感觉 这是这个 画这么一棵松针 就是说 远的 近的 这种松树 前后左右 围绕这一棵松树 这个都画出来了 画的挺好 这个就是有这个 这个透视感 还有 它有虚实 有虚有实 又回到这儿来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等一下啊 我往下这个 什么一下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这个我怎么打不开 画的这个小的松树 画的小的松树打不开 我们看这个吧 看这个啊 就是画的 画就比较大 这种松 这种松叶 就有点这个 刚才就是看的这个 潘年寿 画的那种松针的那种感觉 哎 这呢哈 松树的特征 它也有 松树的这个 这个外形 总部特征也有 而且这个笔墨呢 就比较 分放 层次比较多 哎 这个就是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是吧 尤其是这个 嗯 徐悲鸿 画松树的时候 哎 就像这种感觉 打磨点 上去 但是呢 在一个小的笔触 还是能够把这个松伯的那种感觉 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这个画的就这个画的也不错啊 这个画也不错 我觉得那个 这个后山那个上面的松好像大了一点 哎 你可以加的 你可以加的 你不是说 感觉这个枝干 重了 这个叶子淡了一点 可以在上面积墨加嘛 是不是啊 给它加层次 一加这个 这个蛋就不要紧 有的蛋 它要画虚一点 要画虚一点 嗯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就说这个 就说是画的淡了 它就虚 你就是画的小 把这个形状给它 这个就是一个大体形状 就是写出来的啊 它也是感觉很虚 也是感觉很远 你看 这个 你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横画在那里 这个做比较是吧 横画是横的 我把它画成直的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画这个松树的时候 在远山上哈 你画这种松树 你看哈 既然说是这个 看 我们把它写出来 虽然说就是这么几个 就是写的 有重的 就是有弹的 感觉也是很远 如果说你在这里画上这个山 就是长在这个山石上 感觉这个石头也是高山 就是也是大山 上边就是这个小松树 松树感觉很远 也是很大 我就觉得我那个远山上的松应该画得像老师这一样 对 就是叫它稍微概括一点 就是不要再画 不要像画前面那些数字那么细 画得概括一点 把它写出来 把这个外形 对 同样呢 这个远树 远的松树的气势也有 而且比较概括 就是这个会更加这个 显得更大实际上 显得更远更大 这个咱们要就是要学 就是要看 看 这个就说你画的这个接门桥 前面有一个 我跟你说那个 因为这个我没往前这个什么 你现在又画 这个就是那一张 是吧 对 就是没有看到 这个想法挺好 就是把咱们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和美国的一些风景特征把它加在一起 像这种画的呢 你在美国也有 但是画的都是不忠不息的 你这个呢 就是纯粹的中国传统绘画元素 像这种这个想法很好 应该这个 这样就是讲这样画 对 那个桥的形状 当然我照过像 我大概知道它是长这样的 对 这个桥的形状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桥呢 画得可以再简洁一些 可以再简洁一些 这个就是你比如说 我再拿一张纸 这个就是用墨 这个也是有这个浓淡 你比如说咱们画这个 就是江明桥 这里是树 我把这里先 你看 就是这个 我说一说这个桥主要是简洁 你把它画的这个 就是有点动态 这个蜿蜒曲折的那个就是也可以 你比如说咱们画一个 这个金面桥 好 我就在这你看啊 用这种线条 我可以画这个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写的这种味道 我可以画这个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写的这种味道 我可以画这个特征 这个特征给它画出来就行了 大体的 把这个特征就给它画出来就行了 你看这里下面还有这个腿 这个都不要紧 把这个特征给它画出来 就是感觉呢 有虚 有实 这个两个呢 有远有近 有一个距离感 是吧 就是上面的车是不是在画 咱们就可以不画 这里就是 其实一看就是金面桥的那个特征 是吧 如果要是 这个 这个就是 一定要还是用写的那种办法 因为我还想把它画得更细一点 可不可以啊 就是我给它勾一下 当然可以了 是吧 诶 。。 诶 进出这个 我给它勾一下 这个呢 就这么虚着 对 比如说这里 我再给它画的什么着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是吧 这个可以上上加 这里呢 就是底下这个堆 也叫得虚一点 这个底下是这个水 或者画船 画游船 这个就都可以 然后这里是松树 所以说我一看老陈这个风景呢 我就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家就住在这个附近 底下这里就是China Beach 对对 这里就是China Beach这个地方 你这里画的还稍微近一点 像那个什么一样 这就是China Beach还要往右边这边 就是离着还远一点 对吧 这边离观景台已经很近了 我觉得 我刚才画那张 我说离桥已经蛮近了 这个桥已经很近了 是啊 就是说这个 底下这些个 你看桥 就是桥底下咱们可以去看到有很多结构很复杂 可以把它更简化一些 这些呢 就可以简落 这个呢 这个就把它画的就是比较 写一点 然后呢 如果说 你看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 我说可以画这个雾锁金门 为什么呢 你没有画远山 你是觉得因为没有空间了 对吧 没有这个画水 因为就觉得空白 这里已经是这个 就是很小了 在画上就太满了 哎 这个空白留得很好 对 但是呢 这个整个的空白 整个的只有桥 树和一个石头 就感觉呢 是雾把它遮起来了 好像树后边 这个桥的周围 全都是雾茫茫茫的 别的什么都看不清 是不是啊 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 这个桥画的落阴落线的 那就更 就是那种意趣就更多了 对 就像刚才我画的这个 这个比较写的这种 用弹幕 然后有远近 这个 画这里 这个就可以画得很低很低 又把这个空白留得大 而且感觉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又比较远 很低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这里你看 就是 就是像我画这个 一个高 一个就是近大远小嘛 是吧 就是把它画低 就是感觉 这个有一个透视 就是 就是有个透视感 这个而且呢 还有这个津茫茫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这个下边的这个就说是这个纤蓝的啊 这种直线都非常明显 这个要给它 就是突出出来 就像我现在画的这个树的 是吧 这个 它就比较容易这个 或者是你用这个 这个就是珠沙色 或者红色 然后血液都可以 那种特征就更强 这是一点 这是桥的处理啊 你看这个 就是底下这个隐桥这一块 或者收费站 这还有 这个咱都可以把它省掉 这个都可以把它省掉 啊 哦 现在没有看到你的画啊 你看这里 这个前面不是这里是收费站吗 这里是隐桥吗 对不对啊 咱们可以从那个山转过去 开到桥底下去看 桥底下的结构 但是这个都可以省去 都可以省去 就直接 你看这里 下来 这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咱们画写生 画创作的时候 一个就是说是 这个要取舍 这个就是 这么一个过程 可以先画桥底 画这些松树 你可以先画松树 先画松树也不要紧 先画松树 而且呢 这个桥的处理要有这个取舍 这是一页啊 我提的建议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叫我画的话 这个把这松树画得都很好 我看Derek也画这种松树 在这个介子园上那种 感觉 非常这个静 而且这种 松树的这个就是以松树为主体 因为这个是背景嘛 是吧 但是呢 你要是配合这个雾索进门的话 达雾的话 发这种气氛的话 后来有种的松叶 把有些松叶呢 再把它变得更淡一些 就类似这个似的 就说有层次 就像你画的更淡一些 就感觉这个雾的周围都有雾 就是松的周围 都有雾的感觉 这就更强烈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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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们就是一定要 这个就这种想法 咱们再往后看 这是这个安娜姐的 又回来了 往后 这个是刚刚画的 是吧 这个是刚刚画的 是吧 这个是原来画的 这个呢 就是China Beach那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要把它 如果说从China Beach看的话 这个透视 就没有 这么清楚了 基本上 你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 这个街门桥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稍微有一点 但是你还要 因为 起码是把这个 它的角度 咱们可以不按照照照片式那种角度 起码是把他自己 把这个桥 要给他画的舒服一点 你看这些景物都没问题啊 树 这个海滩 然后 还有 South 那边 那个山 就是进去 那么这边呢 就是一棵大树 整个构图 两边 像双手捧月似的 哎 把它画的中间 这是可以的 啊 那么就是叫我画的话 这个 这个街门桥 你看老师啊 就这样 就说 我会把这个街门桥 啊 这里画过来 因为在 在 侧面看 哎 可以这样 感谢观看 就是把这个大体的形状 给它表现出来就好 也是用这个血的味道 就显得它就会更远 可以拉得再长一点 是不是 可以拉再长一点 因为它这个虚 这里就不要把它画成像 咱们看的那个很正 这边这个高 这个要把它写下来 这边是China Beach 一看就是这个金门桥 那个特征 这个现在也是金门桥 这个特征 但是画的就是稍微有点 这个要有一点写意的感觉 有点写意的感觉 稍微有点拘束了 这个太就是这个被它那个 这个这个就是那些具体的那些个东西给这个拌住了 又把它有趋势了 你看这个咱们都写 画的都很写意 下一张我就得想看 因为觉得它很大 是啊 这个桥很大 所以下一张 再看下一张 有一点想要 对 可以画的它在这个 就是 这里不要太直 是吧 这样子有点动感 它就会比较好 而且China Beach 我还是这个比较 就是在那些cliff上 有一些个树 这个树都是朝着这个就是海那一边 这个从海那一边 这个就是往里 对 就是那个风感 没有风的时候 看那个树 也都是有风的感觉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 我也有一张那个照片 我也来画一张 有一张那个照片吧 那是这个常年累月 就是风吹的 把它拿成那个形状 实际上咱们画画的时候呢 就是你比如说画竹子 画树 画风 就是要取那种饰 这个时候就说 这个在咱们视觉当中 这个就是这个风的感觉 就能感觉得到了 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 在那海边 你看都是往往里 就是一看没有风 感觉也都是风吹的那种 把它变形了 是不是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 这个 我当时就说 第一次去China Beach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说真是还真是 在咱们国内这种情况 一般的都是 这个向日葵向阳 对吧 这个然后就是有些个松树呢 这个就是在这倒挂也好 或者怎么样好松风一吹 就是也有这种感觉 咱们也看到一些卵的植物 你像麦苗啊松树这个这个什么呀 就是当时这个就说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对吧 草 就是说 如果说没有风的话 草都直的 一吹 草都变低了 就是都变了这个姿势了 这种咱们生活当中是有的 可是呢 真正在山上看到这么明显的 我还是第一次在China Beach看到 而且都是一些个常年的老树 是吧 就吹成那个样子 就说这个风有多么厉害 在这个大草原 就是这个一吹草就趴下了 然后羊显出来了 这个是很正常 因为都是卵草嘛 是吧 咱们再往下看哈 这个就远一点 是吧 是是是 这个就远一点 老师要反回来 哦 要反回来啊 现在是看到你的那个 哦哦哦 这个这个啊 Share这个反回来 这个 这个就远一点 啊 对对 我有点想要修正 你看这还是太听见了 想要修正呢 你想这个呢 为了增强它的 这个淡墨的这种更淡 你这个都可以加重 这个都可以把它化黑 是吧 大胆的把这个松林啊松树啊 把它黑下去 种下去 这样会就就会比较好 然后呢 这个这个淡墨 它也就显出来了 这张桥是有虚一点 这张桥好一点 对对对 这张桥是有虚一点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还是知道自己 我还是不想怎么画 嗯嗯 这个 就是你看咱们这个古人画桥啊 有的时候就说这个不是 咱们这个中国人画家画桥 咱们没有像这种精明桥 这么先进的桥 是吧 这个咱们都是石板桥啊 就是大的那种临时的桥 所以呢 这个咱们在中国画里边 在在界子园里边 这个桥呢 很多是这种桥 看看 就是在 就是在河里边 这种 上面 有的 就是还转过去 这里画上人 走路 这就是桥了 底下就是水 是不是啊 就是咱们用这种笔法 给它画街门桥 你看我这里是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木板桥 实际上我都是用写的这种笔触 把它画出来的 就是在咱们山水画里边 非常写意 非常写意 这个咱们就说 这个慢慢的哈 就能够体会到 就是画画 这个尤其是中国画 这个取舍 但是并不受它这个视觉角度的限制 你比如说像你这幅画 这里有松树 你可以继续往上画 把South Lato 把整个的那一个 就是那边的区域的山 井 高速公路 你可以一直画上去 这个底下是接门桥 是不是啊 这个是都可以的 从China Beach一直可以画到 这个海的那一边 并不是说这种远山 到这就消失了 就像咱们这个焦点透视似的 现在有很多画家 就是说这个 画这种 就是用油画的这个构图 布局来画国画 就总是感觉到 受限制 这个思想放飞不起来 就是我 可以去想象 但是并没有那么淋漓尽致的痛快 对啊 我就发现 我就觉得他现在有一个 一路心话 对 嗯 你看 咱们再看看这一张 这个这张虽然说是比较简单 看哈 这一张 这个最近的 是什么呢 是连这个就是进这个小院的 这种石 这个铺石的石路都有 然后篱笆 然后这个石桌石凳 这个里边的人小人物 你看 是吧 后边这个什么 这个如果说已经是站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到房子后边的东西都看不到 是不是 可能会看到这些个 这个树后边这些个 这个棕榈树啊 或者是树啊 可能后边这个大山 你就看不到了 因为人的视觉 但是呢 他通过 在远处往下看的这种 这个 这种高视觉 对 他的后山 他的后山的背面都看得到了 他的后山的背面 后山的远山 对不对 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还可以再继续往上画 是不是 这就是咱们 中国山水画 这个散点透视的 这个最大的一个特征 可以放飞你的思绪 放飞你的情怀 可以任意到画里边去畅游 就是说 比那个 这个西画的内容 这个 就是那种把它框起来 焦点定格的那种视觉 就是要自由的多了 要自由的多了 要自由的多了 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 今天就说 那么就说 这个学山水的时候呢 咱们就会把这些个 把这些个特征慢慢的就给大家 就都熟悉了 就都知道了 好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是 这是邓爽画的 因为他今天给妈妈去检查身体去了 所以说也是来不了 上一课没上 然后画得不错 就是也是 诗笔多了一点 甘笔少了一点 这个也是 这个但是颜色呢 这个墨韵 还是这个不错的 加了一些 对对 加了一些 就是甘笔呢 也就是也是不错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安娜姐那个画 就像古朴的那种这个书上的插图一样呢 因为他那种这个 就是说基本上都是 这个以墨色为主 淡墨少 就像那个什么似的 就是这个画的都比较细腻 像这个呢 还是这个 就是说 就是你们画这个就是笔墨 这个浓淡 就是感觉呢 就是还是 就是那种这个 古画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 这个就 少了 就有点心意 就有心意了 当然就是说 能够把这个画 又是这个树又画出来 又是用这个 六尺整张的大 大纸 画出这么一棵大松树来 那挂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这个多人眼目的 就是非常抢眼的 气势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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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可以站在画下 你就能够听到松风 那种感觉 他就会有 这是这个Derek画的 Derek画的这个 这个非常好 Derek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你看这个树的结构 这个structure 然后 这个都画的都比较自然 有这个流动的感觉 先用双钩的线 然后画上 然后呢 他又开始这个村擦 你看哈 这个步骤 就非常正确 画得非常棒 对 这个Derek非常聪明 他因为他听不懂中文 中文我说的时候 他全听不懂 就是这个全 不是说全都能够听得那么懂 对 但是呢 他很动脑筋 他在看 看的时候 这个看的也比较细 所以说 这个呢 这个慢慢的 这个中文也会学好 画画呢 就是也会进步非常快 刚才给安娜姐还认了一回呢 这个今天才19岁 非常棒 这个呢 Derek就说 画的时候呢 这个啊 就像是这个 咱们可以用重墨 就用一样的颜色来画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有些个远的 就可以用这个 就是比较淡的墨色 来画松针 有些呢 比较淡的墨 有些呢 比较重 就是这个 ink color 就是说 有些地方比较dark 有些地方比较light 就是比较这个little bit 就是叫它淡一点 就是叫它淡一点 Light Light 叫它 轻一点 然后呢 它就有这个透视的感觉 远近 你看 这个焦点都很清楚 而且这个布局 这个就算是 当然是这个临摩 咱们这个界子园上的哈 上面以后 那个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些个 这个就是房话 本身就很经典 可是呢 通过这么一临摩 基本上也都掌握住了 然后在注意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笔墨的浓袋 既要掌握结构 又要就是有笔 还得有墨 这就好了 那哈 后边还有吧 我看来哈 这是最后一张了 我还有发一张 你还有发一张 我看来哈 最后有发一张 这是昨天晚上画的 昨天晚上画的 好 对 那这张算是改良版 看这一张就更苍劲了 是吧 一直发现就画不好 就是不信 我看 这个村坎还发过一张来 我看来哈 你发的这一张 哎 你发的那一张呢 你发的那张在哪里呢 老臣 也是那个建门桥 也是建门桥 我看嘞 你再发一下 我发一下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能没有发 对对对 还没有发 我看到村坎画这个松树了 在课堂上 哎 很厉害这个哈 我画的 很苍劲 咱们先看老陈这个哈 这个就 好 这个就开始 有那种 这个 运备了 我把他share过来哈 前面画像水彩画 哎 这个哈 我给你推荐一个 画家老陈 你可以查一下 你看看哈 有个人叫前松炎 前松炎 那是咱们 这个 中国画的这个山水画大师 姓前 你看 这个金钱的钱 这个 就是这个钱 穆的山 岩石的岩 岩石的岩 前松 对 岩石的岩 前松炎 这个 他的画 他这个岩吧 华岩的岩 我忘记哈 这个 前松炎 对 这个他的画 你的画风呢 就给他比较捷进 就是这个用笔什么的 他就是非常苍劲 而且是这种特征就有点像 你看咱们有一个同学叫Louisa 画得很像徐维宏那种特征 实际上他是不自觉的 那我就给他推荐 我说你要去看看徐维宏的一些画 就给他那个本身那个出手 这个特征就比较像 这个钱松岩那是咱们中国一代大家宗师一级的 画松树 画这个山 画建筑 那都是非常厉害的 比李克冉的辈分要高 钱松岩 这个就说 这个就好多了啊 这里这个树也重了 对 树也重了 你抢那个桥如果再去一点就挺好 是啊是啊 这个还有很多小帆船 这个地方这个China Beach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这是这个旧金山的一景啊 它的特征啊 它的特征啊 很多很多这个就是结婚的到那去拍这个婚纱照 有时候我去的时候会经常会碰到很多人在那拍照 穿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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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纱啊 画什么的那是一个景点 但是里边就是这个这个地方就是观看金门桥是比较好的一个角度 你看海水这样画还可以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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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就是说不想画蓝色 不想上蓝色 这海水可以你看哈 就是像如果说像就是叫我画的话 叫我画的话你看这个都比较密 就很像这个一个层次也有了 各种各样的树也有了 很像钱松岩老师那种风格哈 你看这里呢哈 我可能就会这个就是用钩的办法 你看这里都是点嘛 是吧 点儿 这里用线来画这个海岸 像这种石头我可能会把它减少 就不要太多 就不要太多 这个海水你看这个哈 这里好像是 这里应该是深一点的地方了 还能露出这种小礁石来 感觉这个地方很浅 对吧 因为这里有船嘛 这里有船嘛 所以说这个 就会把它这个简化 这三个不要 这个 也可以不要 这个也都不要 就要这一两个 然后呢 这船也不要 就要这么一两个 那就可以了 这的船呢 就要这么一两个 那就可以了 是吧 船呢 由这个船 这个走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这是 这是实际上是你表现这个 金北桥和这个 China Beach 那就是 那么就是 这些个帆船呢 就把它画的远一点 空白 它也就更好了 然后左边那个叶子要多画一点 左边的叶子这个要画的茂盛一点 要再茂盛一点 对对对 茂密一点 但是还要透过这个水光来 还要透过来 然后我还有一个 画完以后的想法就是说 右侧上方的那个山头啊 如果画的跟左下方的那个山头的style 那一句的话 还可以还可以 这里还可以 对 这个这个就是你 就是你说这个是吧 对对 这个用笔挺好的 两个画成同样的 同样的style 同样的style 这个就因为这是一个cliff嘛 这个比较 还不太一样 It'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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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因为它有变化嘛 是吧 对 可以 这个如果 然后那个桥下方 那个桥口 就是白天 发太黑了 桥下方 这个对 这个画得重了一点了 这个 这个画得太细了 画得就要再概括一点 如果说 你要是把这里改成这个 红色的接门桥的话 改成红色的接门桥 然后说沙滩这里也来点颜色 这个呢 也都统统用这个绿啊 这个花青啊 拙点颜色的画 把它画得也重一点 啊 就像这个 这个什么似的 那种咱们就是 上一次我表演 就是那种松树似的 不要 就是画的稍微 这个再概括一点 哎 这里呢可以用这个小的松 你看小的这个 哎 就是来表现 因为和这个前面的后面这个拉开距离 你看这个这个画面就更丰富了 就会更丰富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就是画了这么好几张就像你画那个百香果似的 一张一个样对吧 这种是四级线化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写意可能是 不要不要拘谨 要放开 对 一定要放开 对对对 我觉得还能有感觉 乐器仔细描的 反而数据数就不是建议了 对 咱们不能描 就要写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体会非常好 非常到位 就是要就是要大胆是吧 其实其实不是不是不会大胆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不想大胆 就是老想把它描绘的 就是像那个真的物体一样 实际上是咱们把它写出来 用这种写的比翼 你看哈 就会感觉就不一样 非常这个苍劲有力啊 这种力量就能显现出来了 而且你看这个春棠这个特征哈 这个 把这个树身画出来以后 就是用这种胶末 这个树一热呢 就画的相对就比较细腻就比较好 像这也是形成了一个对比 感觉呢 就是这种空间感 也就是就是 就是对比的感觉 哎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啊 然后要是这个存款就是像这个什么优点啊 就是你还有这个Derek 还有Energy 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些个笔墨呢 再有点浓淡 这个老陈呢 原来画画呢就是诗笔多 诗笔就是这个多了一点 干笔少 现在你们的画这个呢 就是因为是咱们这个一看着戒子圆上画 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都是一个颜色 现在就是重笔多 干笔或者多 就是诗笔就少 像这种稍微再略加点淡墨 就是画完了以后再加都行 哎 这个韵味它就更 没有韵味 它就更好 有仓 但是不韵 要仓 既仓又韵 仓韵 好的 非常好 要不像这样 如果说 你说这个我把它就是给它来点颜色 可不可以啊 当然了 有了颜色也有韵味了 对吧 不过这一步非常棒 这一步非常好 你把这里画上 就是这个 就是也可以画上一个船 或者画上一个这个远山 在底下 或者在这画上一个人 都可以 在藏树松树底下听风 好的 谢谢谢谢 都很有意思 对对对 这个挺好的 谢谢 这个胆子大了 我一看 这个胆子大了 刚才我以为是打开以后 我以为是老陈画的 老师说不是 画的基本巧 我以为是村口画的 对 就差点认错了 所以陈先生没法比啊 哪有哪有 你太客气 嗯 这个那就是那天我们这个在一起这个玩啊 这个老陈 我们就说我们这里这个有两个陈先生 一个陈以珍先生 一个陈瑞丹先生 都很厉害啊 哈哈哈 练的多 画的多 写的多 主要是 哎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感悟也多 哎这个给咱们同学就是很大的启发啊 这个就是和鼓励吧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互相这个就算是又互相又帮又这个提示又是什么 就非常好 这样 我自己也觉得是你好多好 哎咱们自己也进步 同学也这个感悟的也快 嗯 嗯 好 这个咱们就说 就算是这个作业再看完了 其实这个阶段呢 非常重要 然后呢 咱们今天 这个 安娜姐说 哎 这个桃花是怎么画的 啊 桃花是怎么画的 要等着呢 哈哈 等着呢 这个桃花啊 其实比较简单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画桃花 和画松树 也有很多这个 就是说 相统一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 但是呢 只是叶子不一样 安娜姐就是还还记得那个胡椒点吧 记得胡椒点 您示范 您示范一下太重要了 我示范一张画 咱们看着这个 我示范出来之后 咱们再看原画 我这里有一张潘泉寿老师的画 这个我不一定按照这个什么 你比如说 画这个桃树 画风树 画杏树 画梨花 都可以 就是画远的 远景的树 因为山水里边大部分都是画远景的 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只是 这个咱们用的这个 颜色 或者说这个树的形态 就是不太相同而已 就是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 画这个 就是我把这个过程 先给大家画出来 就是咱们又画山 又画这个 又画石头 又画桃花 因为这个呢 它是 这个比较写意 我把这个桃花画的 就稍微精细一点 第一 我先这个画近景 你比如说 像老陈画那个 China Beach一样 我先画这个近景 就像你们 咱们也都是用干笔 我这里画了一个石 画了一个石头 有大石头 也有小石头 但是呢 这个小石头就不要画太多 这里我又画一个石头 就是整个 这里给它画一个小石 画一个小石头 就是基本上和那个大副批 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在这里 画一个山坡 这个山坡上面 这里就长什么呢 这里我要叫它长桃 桃树 我先在这里画 能看得见是吧 能能能 桃树呢 一般的和这个松树的 这个结构它就不一样 比较 比较 哎 哎 哎 感谢观看 比较矮 这样 而且呢 还不是一棵 一般的毒的桃树比较少 一般都是桃林 桃树林都比较低的 人们站在这里就可以够着桃 够着桃子 这是这个 桃树的特点 比较小 然后你看我把这个枝干 这是主干 有刺干 有什么 你看 用这种遗阳顿挫的这种 浓浓淡淡的这种笔触把它画出来 然后这里我再画一组 我再画一组 我每一笔 有柱笔 有这个 这又是一棵桃树 我在这里我再画一颗 这个都比较远 我在这里我再画一颗 就给写那个大篆似的 画一个新字似的 你看这里 又像画那个鹿甲似的 你看这里 这个都是桃树的一些个生长姿势 画的变成柳树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画上柳条 基本上也都是 画这种远景的呢 这是把这个特征 给它掌握好就行 看我在这里 我再画一个 看都用这种小册封 这是另外一颗 这就是桃树了 桃树的树干 然后怎么画桃花呢 我现在用点颜色 我这里有一点 这个熟红的颜色 我用一个比较干净的笔 这个就是不是那个墨笔了 这干净的小笔 然后我先蘸点桃花 就是这个熟红 就像桃花那种颜色似的 就是说用点白也行 不用白也可以 然后在笔尖上 就是有种的 然后我画这个桃花 你不是说我也想画梨花的话 我就点白色 白色 梨花不是白的没有红的 我也想画杏花或者桃花 就都可以一样 这个用什么呢 用胡椒点 看到那句 胡椒点 再看呢 再注意的看 对 你看 有浓有淡 一定要叫它 有浓有淡 点在这个小枝上 这就是咱们画这个 好画 你看这里 有种的 我这加几个重的 我把这个重的 显得不那么孤立 是吧 然后这里呢 我就会叫它 用稍微重一点的 这是桃花 有密 有书 有大点 有小点 好 这边呢 这个是不是我都这么淡呢 不一定啊 那这里我画的淡 淡的这个我也可以把它画的重一点 这个没关系的 是不是就是越远我就越淡了 不会 要不让它画远了以后 咱就没东西了 是吧 中国话就是有淡 从淡到重 从重又到淡 从淡又到重 这个就是无限延伸 都可以的 你看这 这个树也有远近 那么我画出这个桃树来了 看到吗 这就是桃花了 可以画得更茂密一些 这就是桃花源了 那么桃花一般的 它不会长在石头上 都是长在土地上 所以呢 我们画这个 你要把这个桃树画在山高山上 那就不对了 这个桃树呢 一般都是在平地上 或是淋水的地方 我这有这个不知道的电话进来 我不管它 就是一看就是死棒的那种 好 这个我用什么呢 我用点这个折石 或者是桌标 加点墨 就是形成了这种淡淡的颜色 就是淡淡的土色 我画什么呢 我在它底下 给它画这个 就是这种 什么土地呀 土地 对 土地 对 化成土地 这个呢 不要给它画成 不要画在石头上 这个咱们会虽然画是血液 但是呢 要叫它非常符合咱们的现实生活 这种画的是土地上 好 你看这样 有的时候呢 这个我会给它加点这个 就是更多一点的变化 你看上边可以加点墨 这就是一个 就是 这就是一片桃花 那么 我是不是还要再画更多一点的 更远一点的 就是也可以 我就按照天天寿老师的这种意境 它叫春霞 它把这个桃花 画成这个春霞 好 你看我在这里 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石头 这里本身就是一个石头 然后我在这里 我再画一个石头 因为我这个纸小 我把它画得小一点 我再画一个石头 好 你看我在这里 其实呢 我就画了个石头 然后呢 我在这里加上这个小树的话 就像这里一样 加上小树 也是桃树 远的 这种石头呢 它就变成山了 就像是山脉似的 远的呢 它就比较高低 就跟这似的 就不是那么很明显 那我也把它 用这个点把它点出来 这里就比较细一些 可以小一些 用这种胡椒点来点 然后呢 我再用这个折石或者是这个株标 我呢 就是为了配合这里 把这个岸边呢 我也画上这种土地 好像是 这个石头呢 它也变成了 这个石头也变成山了 它就比较大 你看我在这里 我再加什么呢 这里加一个小房子 我还是用这个笔吧 藏着的 安娜姐 看着哈 就是大家一个藏着的房子 看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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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地方画小房子 你看 我在这里画个小房子 在这里 画个小房子 隐隐约约的 感觉这里有人家 对不对啊 感觉这里有人家 我把这里就开始 这个基本上就把它 这个就表现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我再把它收拾一下 看哈 这个画就是有桃花 有水 这里是水 这里是水 有山 我再把它收拾一下 然后最后我会把这个 潘天寿老师这个画呢 给大家发过去 他画的很大的 我画的比较 就是这个 因为给大家要看 画这个桃花 我把这个山上这里 把它收拾一下 给它点一些个 台点 有些个 因为有些地方我画的挺生动 我就留着这些地方 有些地方呢 我感觉这个衔接的不是太好 我就把它 你看 用这种大点 给它修一下 这样 好 这里 山上 也是大的这种 这个大浑点 或者扩大了的胡椒点 这个都可以 感觉是树上的 你看哈 这是房子 这里 这种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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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方面 一方面是能够增强这个山石的 这个丰富 再一个呢 就是也和这个 这种黑点 也和这种小点 也和这种小点 作为一个统一 好 这种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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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 然后这里 这个土地上也不是光滑的 什么也没有 这个还可以用这个比较淡一点的点 然后把它画的更丰富一些 因为这里空白 我要把它 该大胆的时候要大胆 这里收拾的时候呢 就是干细心的就要细心 今儿我的笔触很大 但是呢 收拾的时候 要干细心的就是要细心 在这里 我也给它加点这个墨色 在这个上面 这种沙滩的这种感觉 它就有了 好 那么 这里 我再来点淡漠 这个顺序 有些地方睡 我就把它统一一下 有些地方睡 我就把它统一一下 好 那么 这张画呢 这个潘先生老师 这里还拦点颜色 就说 有一些地方呢 就是这个石头 它就留着白的 它就留着白的 为什么呢 它就用这个 这些点儿 把这个白的 就是这一部分 基本上把它拖出来了 这里是比较白的 然后呢 这些小石头 它也会染一点颜色 这里 这种山石呢 就是也可以 我在这里给它加了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白的 也行 是这个什么也行 就画的比较虚 就这么几根线 把它统一一下啊 这里 统一一下 我这样的话呢 这个房子 它就露出来了 这里 这里就是石头 我在这里 再用淡墨 把这里再找一下 好 我这个颜色呢 可能用成大红了 应该用这个熟红啊 给大家发过来哈 好 油 好 别快 要 好 这是 这是一个步骤 最后我再处理一下桃花的花 然后感觉到比较没有那么茂盛 没那么多 我可以再加 就是咱们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往上一层层的叠加的 老师请教一下原先画的桃树的基杆 那个墨色怎么会那么好看 墨就是这个用笔上的墨呢 就是用中锋画的 就是中锋和侧锋 这个笔上的墨呢不要太多 这个然后你看 它就会直接 笔洗干净然后加一点点墨 对 把这个笔就是淡墨或是用水把它洗一洗 然后就说是这个 有时候也随时也占重墨嘛 就是这个 就是用中锋和偏侧的那种笔头的小侧锋 你看中间那里呢 等于说它等于有晕出来好像双钩一样的 对好像双钩一样是 它就会出现这种这个效果 这是一种自然效果 像这个墨就比较重就比较少 但是我有干湿对吧 这里呢就是用中锋 你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中锋 然后呢就是行笔快慢 然后就一样顿挫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效果 包括这个房子 这也是一笔出来的 是吧 这个并没有这个去 这个特别的 我就是这个一个 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那个笔墨 但是呢 它这个随时它会出现这种 你看到 我现在我再用这个 红色 我把这个桃花呢 我把它连接成一片 我stop sharing 我把它连接成一片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学会这个桃花 桃树和石头 远山画小房子 然后画这种这个什么 你看我把它 画的更多 我主要是想什么呢 出出这个桃花 你看现在有这个摊了是吧 我画的热烈一些 你说寄托一种情感的时候 我就感觉特别像拔大山人那个似的 特别冷峻 特别痛苦 或者说是特别有情绪 是另外一种 这个呢 我想把它画的更热烈一些 阳光明媚的感觉 在这个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呢 给它画的 多一点 这里叫做接上 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是吧 接上 而且呢 我还把这个 石头 就是给它 给它衬出来了 当然就是也不要把它 这个 都是画的这个一片 像这里有点淡 我可以叫它稍微有点稀疏 这个 这个就没关系 这里呢 我又叫它画的 密实一点 画桃花 画樱花 都可以的 因为都是这种类似的颜色 来把它画的热烈一些 把它画的热烈一些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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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暖 比较暖 好 有了这些个红色 我是不是还可以 带点别的颜色 当然可以了 在这里 我用这个什么呢 用花青 就是画点远山 花青花的远山 我就不用大笔了 用个大笔比较好一点 这个画远山呢 我就可以把它画的 就是比较 把这个石头也是为了 这个远山 我就把它画不来了 远山 远山用什么花青啊 花青 对 用花青 你看我可以延伸过来 再画层色 这个都不要紧 远山 我把这个石头呢 也把它圈出来了 这样的话 花青 我在这边 我也加一点 这个花青 这个劲的石头 这个草这里 然后 比上边那里 稍微配合一下 但是呢 这个石头 我还叫它是白的 现在 这个画呢 我就可以把它结束了 实际上是 这个 好 再给大家拍一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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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过来哈 扒过来 邓爽要这个录像呢 这个谁 老陈人认识邓爽是吧 对 你可以把录像给他 这个你把他converse一下 然后 我看啊 我再问他好了 我再提训他 对对对 他在说看着咱们画的画了 这个 没有录 我再提训他看着他 对对对 看他们画的画 因为他来不及 来不及回来 我没录 其实我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个画 好 发过来了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比较完整了 有白 也有点冷色 是远山 这个又和这个桃花呢 形成一种对比 这就是桃花 按照去 桃花的办法 你也可以画的桃花呢 比较少 好 也可以画的很多 你看 尤其是远处这个 就更有桃花的那种意境哈 像一个桃花园式的 桃树呢 主要是把这个桃树 这个就是啊 这种枝干 什么 不要把它画成 不要把它画成像松树似的啊 要这个 咱们要这个就说是 要熟悉一下这个桃树的这个结构 比较矮 比较敦式 这个干呢 比较圆润 那不要沧桑感 但是呢 要挺拔 对吧 所以我那天练习那些枝干 老师说点一点 点一点那个桃花 意思就是那些枝干 古文化桃树的感觉 对 因为那些个呢 就是比较像桃花的那种感觉 对 你可以那个呢 远处可以点的西一点 西一点 就像这里似的 就不要像前面这个近景似的 这么 这么茂盛 这么多就好了 对 那右下角这个刘白的部分代表的是一个 像绿色的山坡一样 是一个土坡 对 是一个山坡 对 这是一个石头 是吧 这里实际上也是一个石头 这还没干 干了以后它不会这么黑 这里 这个 你看 加上房子就成了山了 对 好 现在呢 我把这个潘天寿老师这个画给大家寄过来 我就是根据他这个构成 因为他这里有个桃树 我发现 这个咱们画桃树也是方法特别多 我把这个画 我把它找过来 我把这个画找过来 在哪呢 我看 嗯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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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按着这个 就是构图 它这个比较简洁 非常好 大家也可以就是临摹这个 它画的这个桃树 这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咱们学呢 就要学大家的 知道他怎么画的 然后呢 咱们学这个简洁 因为有时候教课的时候 咱们会这个细致一点 就是稍微就是说话是简洁 但是咱们知道的很多 表达的时候非常简单 这个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 这个就是山坡 这就是土坡 这就是桃花 他点的桃花多简洁啊 对吧 很整体 这里也有 这里又加上小房子 这里再加个小树的话 你看哈 这个 就是在这里 在露着桃花都不要紧 它是 它就是为了表现这个春华 你看1961年 这个桃花 是吧 我不问 这个叫那个吃战 吃战比他那个暮色变化多 对 因为它这个就是比较用册封画的 对 我那个直干呢 因为我是 它这个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桃花 它就是桃花 桃花开后嘛 是吧 嗯嗯 这个 这个就是画的桃花 它比较写意 我给咱们画的呢 稍微监工带写一点 就稍微细致一点 所以说没先让大家先看这个 也可以这样画 也可以这样画 我觉得那个住干这样子 也很虚的感觉 很好看 对 比较虚 对 因为这里就它和它拉开一点 就是一点距离嘛 是吧 对 你看这个 你看 这个好窒 是 你看 这里也可以画船啊 画很小的船也可以啊 是吧 就是显得这东西就更多一点 你看我还加了远山 因为咱们用不着在这提字 对吧 那中间 中间老师刚才说是一条河 根本就不用画 让人家想 对 根本就不用画嘛 一看就是在河对岸嘛 对不对 就是有意思 你看啊 这里它两个比较重 就是两块石头 咱们学的大副批 那种这个村法 点点 像八大山人似的 那么这里比较实一点啊 这里我就把它削下去 如果说咱们再往上画的话 你看我在这边再画 我就又重了 是吧 又是不画远山的话 这里呢 看着就好像是 雾色蒙蒙似的 如果说在这个 在底下在这里 我再点点这个大一点的 这个用比较 就是小浑点 再点点这个桃花颜色的话 这里还是桃花树 还是 就是一层层的 大家说 就是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 看看 今天咱们就画这个 就是也有石头 也有树 也有河 也有远山 可以根据这个 潘天寿老师那个话呢 那么结合着 参考着 画 这个很好 非常简洁 主要是 他写的是春霞 历书 你看 行书 1961年桃花开后 寿者 寿者 寿室他的名字 咱们可以学 你看在这种折石的上面可以用墨插着墨 我是在这个折石上面又加了一层墨 这个就是淡墨 可以看一下 我是在这里给它加了一层 这个都是这个怎么个方法都可以 你看这我是后加上去的 这个叫它混乱一体那就好了 这个可以在这种上面点这个墨点儿 须须的趁它未干的时候 它们融合一体 好像也是什么植物 在这个土地上 也有别的也不是光桃树 是吧 进处呢就是一个大石头 实际上就是大石头 可以下课了可以下课了 好的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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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画好了以后就发上了 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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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拜拜 好谢谢Derek 我看到了 再见 好再见 我把这个撤下来好的好的 好 你还不会是吧 对你追击它一下就行 这个其实在那个YouTube上呢你打开有一个create 然后打开以后呢它上面有一个upload 下边有一个live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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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videoupload 你这个upload upload以后呢 4Kids 或者是4Kids都不要紧 这个给它点上 然后它upload以后呢 到了最后那一个 最后那一个这个 就是它不是有四个步骤吗 三个步骤 它一个是先这个 先loading啊 然后就有一个这个细节的 然后就凡是你到了最后那个呢 你把它点一下 然后save 它就存到那个就是你的 就是还有一个选项 叫什么呢 叫I enlisted 就是别人看不到 就是只有你看到 就是不要list 就是不要listing 一listing以后呢 这个别人也都能看得到 就是它的那个 对 它就会从那个 对对对 就是非常简单实际上 因为今天我没有录 好 正好 正好我也学习一下 学一学 很简单 就是你不用等着它 叫它自己等就行 好 应该可以的 谢谢 好的 好 这样了 好 那我下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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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